午时买了一个烧柴的柜子 我来改造一下 试一试除漆剂好不好用 涂了一遍就起泡了 随便铲铲气就起来了 有的地方没涂好又涂了一遍 涂了两遍好产多了 好 他们说我画画丑 这期我就不画了 就当一个莽夫 吃得多力气大 干起活来都不怕 打磨完的柜子木头还挺好看的 啥木头我也不知道 柜子后面的板子很脏 全都拆下来了 今天天气很好 挺风和日丽的 给柜子刷了一层漆 像变了一个似的 柜门的板子已经掉下来了 而且起皮了 找了一块木板重新做了个门 往上八十多买了一块竹边 切在木板上 哇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柜门还缺一个门把手 买了两个铜把手试一下 还是第一个好看 柜门还缺一个大扣 逃了一个安装上 结果位置没安准 重新来 这回可以了 柜子内部的空间很大 装一个隔板更实用一些 先按四个小大扣 放上隔板很合适 下面就剩安装柜子后面的挡板了 好了 安装完成 下集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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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